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要将他撕碎 他向神发出誓言 假如他真的行出什么恶事的话 就任凭那些仇敌继续追赶他 按这个誓言的内容去推断 私人很可能就是面对一些失实的指控 七章三至四节就提及他可能被误告的事 经文里面提到 他说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 报乃与我交好的人 特别呢 第四节的上半节就提到 他说与我交好的人 这个应该指到一些与他结盟的人 而四节下半节的意思比较难明白 日本之间也传达很大的分歧 不过总括来说 三至四节想表达的 就是私人是被指控他对盟友不忠 向这些盟友做出一些恶事 但是却是私人没有做过的 因此私人就祈求 又说兴起 去抵挡这些敌人的攻击 并且去施行审判 神在这里被苗驱成一位 很严明的审判官 第六节到第十节 他来到要在众人的中间 去作出审判 要还私人一个清白 私人很信靠上帝 他相信神的审判是公正的 他是按住人所行的公义 和心中的纯正 作为审判的准则 并且神也能够察看人的心 有时人的外表可以去偽装 别人看不到他内心的感受 也看不到他内心所想 也不知道他阴暗的一面 但是神却是能够知道 人内在的状况 并且作出判断 在首诗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私人用了不少的篇幅 去描述恶人的下场 在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内容里面 耶和华基是公义的审判者 他就不会姑息那些作恶的人 神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好像诗篇里面所形容 神已经磨好了他把刀 遇箭再燃 假如恶人仍然是执迷不悟 神的攻击就会临到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作恶的人 就是私人用了两个的比喻 去描绘他们的恶行 十四节就是用怀人 去形容他们所囚算的邪恶 和修本有一个很生动的翻译 这样说的 他说 恶人怀邪恶 养毒害 生虚假 这些恶人是长时间 去囚算这些恶事 就好像妇人十月怀胎一样 不过他们所出的是 邪恶 毒害 和虚假的事 私人接着在第十五节 也都用挖坑 去比喻那些恶人的囚算 他们企图去暗算其他人 要让人吊在 他们所设的陷阱里面 不过 私人在十五节的下半节 突然就带出一个很益转的结局 原来那些恶人自为聪明 将坑画得很深 反倒自己就跌入坑里面 自掘坟墓 原本是要设计去陷害别人的毒害 就转过来 让他们自己自作自受 恶人的得逞 原来只是短暂 最终必会落得悲惨的下场 对于那些面对诬告 失实指控的人来说 他们所受的打击 未必只是一些身体的伤害 甚至外表看来 他们毫无损伤 他们不流血 也都不致命 不过 他很可能是 将这些被害者的人格 和诚信谋杀了 公义也都被颠倒 假如这些指控是出于误会的 大家其实只要查明真相 澄清过后 就能够还当事人的清白 不过 我们祈求神公义的审判 这个是一份盼望 这个盼望不是在于 看到神立即去改变现状 我们先去持守 相反 我们更加要在持续 恶劣的形势下 坚持下去 从人的经验来看 当恶事来到 神未必会立刻出手 去惩治恶人 不过私人的说话 就是鼓励着我们 神的审判 还有慈言 却必然会临到 神已经磨好了 他把刀了 只是等候恶人的回转 此外 恶人 是必然会作茧自绑的 他们会自己承受 他们自己作恶的下场 神的刑罚 终有一日会来到 不过也提醒着我们自己 我们也要警醒 不要因为恶事争多 就不自觉地让自己 陷在另一些罪恶里面 又或者使自己成为了 自己眼中都讨厌的恶人 因为神也是按着我们所行的公义 和我们心中的纯征 去审判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公义的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深信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是让人类得着盼望 凡相信你的人 能够走出黑暗 进到神所预备的光明当中 然而 我们今天仍然 要等候天国最终的临到 在一个等候的时间 我们仍然见到 罪恶仍然存在 恶事仍然会发生 但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见到不公义的时候 保持我们心中仍然有纯征 我们带着正直的心 我们行出公义的事 我们仍然等候 神最公义的审判的来临 奉主耶稣基督救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